把盆景养成这样怎么办 如果不会剪舍不得剪 看完这个视频肯定能帮助到你 点个赞一起来分析一下 能有一颗苍老的盆景算你运气好 保护环境野生庄不能再挖 像米叶珍珠荀子这种原生好品种 要好好珍惜 很多朋友老装舍不得剪 我不是那样的人 我闭着眼睛剪 枝条不是越多越好 土长枝又肥又嫩不好看 老师傅说除强服弱 会让整棵树显得更老 心流的枝多剪 越剪越显老 有人说换盆容易死 那是因为虚根不够多 发现两条土长 又可以美美的吃上一顿了 八哥表示很满意 这种状态的根换盆几乎没有风险 即使剪掉一些虚根也不会有问题 这个右盆不错 不过这个紫砂盆似乎更霸气 当然这个盆不便宜 一看落款就有来头 虽然一个字不认识 看着就很高级 底款很清晰 江苏宜星徐小明 徐老板的手艺 这个树算是住进了五星级的家 土也得用四星级的才配得上这个盆 据说老枝条千叉不会活 这次用了新方法 持续关注 等叉活了 再给你分享有效经验 现在剩下的几个枝条 二十天左右就能发出心芽 并且开花结果 如果不开花 我请你吃酸菜鱼 你想看花还是吃鱼呢 点个赞 我是李向璐 我们明天再见